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若你看透因果 人生不在内耗 明朝时 三十四岁的袁了凡 去七峡山 拜夜云古禅师 进行禅修 有一次对谈时 他忧愁地告诉云古禅师 他曾被算命先生说 官儿做不大 命中无子 云古禅师问了 他一个问题 你是想得到高官厚禄 及子孙绵延 袁了凡点头承认 云古禅师告诉他 命有己力 福有己求 一切皆有因果 何必自寻烦恼 袁了凡醍醐灌顶 不再灰心丧气 最后 因勤肯治学 而考重进士 因积极养生 而生了许多孩子 国学大师 齐善洪说 人间道理千千万 唯有因果 不虚 万事万物 皆在一饮一浊 我们只管专注于当下 不必慌张 一切自有最好的安排 一 得失英国 1997年 贾平蛙被一位叫安波兰的 法国翻译家找上门 对方表示 愿意一万美金 买下废都 在法国的版权 当时这部小说 备受争议 他遭到很多批判 处于人生最低谷 所以一听到这个条件 贾平蛙便欣然同意 很快签订了合同 没过多久 一个懂法语的朋友来访 看了合同后说 老贾 你被骗了呀 原来 合同上写的是一万法郎 而不是当时说的一万美元 两者相差四五倍 贾平蛙气得当即就决定 飞往巴黎 和对方打官司 朋友赶紧拉住他说 你现在去打官司 你会法语吗 你有门路请律师吗 听到这话 贾平蛙一下子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缓缓地说 算了 毕竟法国人能看到我的作品 终究是好事 很快 他就将此事抛在了脑后 但没想到 几个月后 一条爆炸性的消息 就传回国内 法国版费都 一举拿下了 法国三大文学奖之一的 费米娜文学奖 这次获奖 使得国内文坛 开始重新评估费都 并最终肯定了它的价值 事后 贾平蛙很是感慨 没料到放弃了一些利益 却得到了巨大名声 一书说 有德有失才是人生 切勿纷纷不平 对于一时的 失去资猪必较 最后只会给自己 找不痛快 人生不过 德与失的集合体 命运在这一刻 会拿走你一些东西 下一刻 也会馈赠你一些东西 生活不由人 得失一难两 凡事紧紧地攥在手里 就会自求于内心牢笼里 看淡点 想开点 很多失去的 在兜兜转转后 会以另外一种方式 回到自己身上 大概就如余光中 在周子的悲歌中写的 一条破老的白帆 露去了清风一半 却引来了海鸥两三 二 成败英国 画家李克燃 有一枚图张叫 废话三千 这是为了鼓励自己 不要担心画得不好 因为画差了也没关系 可以从中 汲取经验教训 他说 怕画坏 就会没守成规 不敢突破 老在自己的圈子里转 这是懦夫性格 成故欣然 败一可喜 人这一生 要经历明浪暗交 要欲高峰显爱 在抵达终点前 必然有无数次 跌倒和爬起 看不透这点的人 可能一点不顺 就抱怨连连 容易就此消沉 沦为庸人 通透的人明白 成败皆是过程 他们以失败为养分 以苦难磨练自身 最后越挫越勇 于华的成名之路 并非顺风顺水 写作初期的他 经常被退稿 有些稿件 甚至直接被游递员 扔回了院子 当时 于华有位同事 就劝他放弃 说自己也曾这样努力过 还说 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但于华反倒有一种 你越退 我越写的气势 他拿着退稿 会先研究 为什么会被退稿 然后看看 是哪里退回来的 再找一个 比他更低档的杂志记 于华说 自己的手稿 被邮寄过的城市 比他后来三十多年 去过的城市还多 无论遭遇多少失败 于华都耕耘不止 练习不息 最终凭借活着 一举震惊文坦 经事长志 历事成人 无论是工作上失忆 还是考试上败北了 这些难关 既是模拟的 也是来度你的 人生如长河如海 决定胜负的是 百川俱来的红沛 而不是一观一爱 一时一地的窥盈 三 俘获因果 王阳明曾说 人间道场 与你生怜 世间磨难 皆是底力切磋我也 生活是道场 低谷是修行 王阳明因为得罪了 宦官刘瑾 被贬到贵州龙场 龙场处在 万山丛吉之中 瘴气弥漫 不少贬折之人 在龙场 熬不过半年 就会抑郁病死 虽遭遇困境 王阳明并未就此 颓废消沉 他找到一处 山洞其身 白天开荒种菜 晚上打坐独精 回想这些年来 接二连三的不幸遭遇 王阳明却自我宽慰道 目见惶惶 心向明日张 放眼是一片狼藉 心中却盛满光明 福兮祸所福 祸兮福所以 虽身处龙山 这样的恶劣环境 王阳明却有时间 把一生所学的 如诗道 融会贯通 也能沉淀内心 叩吻心中的大道 三年之后 王阳明一夜悟道 心学大成 没有这次的贬折之行 就没有这一场 名传千古的龙场悟道 潮落中 蕴含着潮起的力量 衰败里 藏着心生的希望 一味哀叹自己 山穷水尽的绝境 就难以迎来 柳暗花明的转机 生活特别仁慈的地方 就在于 永远会给乐观的人 以入口 明莫思想家 顾炎武小时候 得过天花 差点丢掉性命 后来虽然侥幸痊愈 从此变得体弱多病 要不离身 而且因为天花 他的左眼球上 长了一层白膜 视力也变得模糊 他从未自怨自艺 反而因为眼疾 让他更加珍惜读书的日子 顾炎武勤奋苦读 每天温书两百页 功课做不完 绝不睡觉 他以过人的毅力 抄写了三百万字的资质通鉴 外出时 也在毛驴上挂着书 边走边读随时查阅 历经几十年的辛劳 终于成为有名一代出色的学者 有人说 因为眼疾 间接造就顾炎武 成为一代大家 起落境遇之间 俘获自有因果 不抱怨低谷 因为今日愁云惨淡 明日可能就风光盛大 1924年 梁思成赴美留学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 有一天 他给父亲梁启超写了一封信 说自己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学习了三年 每天都在画图绘制 忧愁出路何在 梁启超回信说 我生平最福音曾文正两句话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将来成就如何 现在想他责神 能折磨你的 困扰你的 无非是一时的失败 一世的不如意 学会停止内耗 活在当下 想要的自然都会水到渠成 最后送给大家 沈从文的一句话 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 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会讨论